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二季头排气的声音可以知道我们的气体是通畅的 这个时候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款UTT的调节器的阻抗标准是2.2 而我们新款E2调节器的标准是1.67交2 所以在呼吸的顺畅程度上我们新款调节器要远胜于老款调节器 同样很顺畅 但是如果用上我们新款的调节器 那将是更顺畅 这个时候 那位女士可以尝试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新款和老款的调节器 这个真的太牛逼了 这个要好一点是不是 ok 刚才我们已经做完了在陆地上使用调节器阻抗的呼吸测试 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个纯净的水倒入各种材质进去 材料进去进行污水平衡测试 首先我们拿出一款海天酱油 将我们的净水里面倒入酱油 此时水瞬间已经浑测不开 ok 光这样就可以了吗 不行 我们可能在潜水的过程当中 还有泥沙 这个时候 我们加点咖啡可能味道会更好 一包不够再来一包 这样可以吗 不行 搅拌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要干一件疯狂的事情 就是将我们的一腕放入水中 光这样就够了吗 不行 还要将我们的一腕 放进去蘸一蘸 哇 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还能呼吸吗 我给大家实测一下 味道好极了 呼吸非常非常顺畅 ok 当我们做完污水的测试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冰浅的测试 在一缸冰块的情况下呢 我们将我们的一腕 放入到我们的冰块当中 来看一看 我们的新款调节器 在冷水当中 是不是同样有良好的表现 大家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真的冰块啊 一 一 一 OK 好 此时 一样 用我们的一兔 来测试一下 呼吸是否顺畅 一样有良好的表现 非常棒 但是我们两款的调节器呢 一样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我更推荐我们的新款调节器 E2 测试完我们的污水 以及冰水的环境密封测试之后呢 此时此刻 大家已经对我们的 新款产品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 希望大家 在随后 可以通过我们的 UTD的教练 以及展方 来了解我们的新款设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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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